吴晓峰和Angela Baby主演的电视剧《欲望之城》 在2018年4月30日就杀青了 最近发现该剧的观望微博 剧名发生了变化 微博名称还没有来得及改 但是头像和简介都改成了渴望生活 不知道改名之后 什么时候能开播与观众见面 毕竟这部剧里的男女主角 年龄相差21岁 一个是弓箭的演技实力派大叔 一个是演技被质疑的当红人气小花 Angela Baby生完孩子后 人气比以前更高 这部剧刚观传无境波时 大家觉得妥了 但得知打倒是Angela Baby是 心又寻了起来 大家都为波数捏了一把汗 从剧照来看 两人同况 相差21岁还是很明显的 妥妥的萝莉和大叔组合 对于网友们的疑惑 吴秀波有一次接受媒体财宝时表示 这部戏如果观众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冲我来 并且还称赞Baby工作努力 从网友们暴露的一些剧透照来看 两人合作非常愉快 这是有网友在上海拍到的剧透照 Baby笑起来很自然也很美 只是这大破洞牛仔裤 在当时冬天的上海不冷吗 说的外表 这对男女主角身高目测差不多 年龄差距大也是一目了然 不知道最后剧出来的时候 VP感会不会强一点 吴秀波在北京遇上西雅图 美和小11岁的当代的精彩表现 让他成为了IP大叔的代言人 现在可比 Baby玩合作 艳一都市治愈爱情 和这部电影有相似的核心 不知道改名为渴望生活后 大家会不会更期待这部剧呢 原创文章 尽致转载 图片来源网络